早晨 欢迎来到2月1日的Financial Market 达入鸡连第一个交易日 一起与观众拜个年 一年比一年好 裁员广进大家赚多一点 今年先看国际消息 达入今年继年第一个消息 早前特朗普指美元被高估 现在白宫最高贸易顾问向德国开火 德国利用欧元被大幅低估占美国便宜 大家看到农历年间 虽然中国人有拜年 过新年 但欧洲或美国都没有放假 大家一直都知道 特朗普上台后不够一天 已经连连动作 令市场有些惊喜 大家都会觉得他一直在选举期间的竞选承诺 在贸易方面 现在不单是新的贸易代表 整个贸易谈判顾问 在白宫内有一个人 天天坐在这 跟你看贸易有何不平衡 天天都会找出贸易 整个欧洲到今时今日的样子 有些觉得挺厉害痛心 突游两次战争后 令到全世界的经济地位 全球监控权全部交债 被美国主导 一个独大 冷战反而整个欧洲 就要受到美国支配 到美国赢了 到现在再来金鸣海啸 连整个欧盟都快散 现在再来整个货币是低估 其实是否有些说不过去 这可能是配合特朗普早前言论 特意说的话 似乎全球所有货币都是被低估 总之你个人都在操控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虽然见到美金会较回 但大家要知道 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 所谓的一连串谈的贸易新政策 其实很多新兴国家的货币贬值了很多 但很多国家的货币贬值 是有些崩盘的感觉 而不是因为他们特意贬值而刺激出口 但现在你竟然用这些期间 还要用这些方法去再针对别人的国家货币 而希望令到自己美国更加占更多的贸易优势 其实是否有些过难过 而且你真是无证无据 大家要想一下 看到美金亦显著下挫 指数跌穿100 再次跌穿100 看个股消息 苹果Apple刚刚公布第四季业绩 盈利超过预期 第四季App Store的服务业增长有18.4% 唯独大中华区下降11.6% 希望未来的iPhone7会否起色 这应该是有少少 大家记得 虽然iPhone7未有 但在Note7的败笔 导致苹果在第四季营销会更好 因为每天都可以选择 如果选择两个品牌 结果那是自己乱惹 大家知道 曾经去到 你根本拿着电话 去哪里都不能用 别说烧不烧便可以 坐飞机都不能用 所以根本没有作用 赚得少 中国那边真的要 原因是什么 国内那边反而会差点 因为它已经跌出了头五大 其实很多国内自己的品牌 其实已经追上来 大家会看到 新款好像没有特别 但国内已经有很多 在质量上或功能上 已经超过了它 没错 几个大品牌做得不错 现在性价比亦高 所以市场占有率低了 在苹果方面 其他消息方面 特朗普一上任 两个星期已推出一系列行政命令 包括 不准非法移民入来监 有些城市反对 包括旧金山 特朗普是属于非法移民的城市 特朗普对旧金山进行一些惩罚 减低对旧金山的撥款 我们看到特朗普所做的很多行政措施方法 去解决他自己希望做的新政策 有很多法律上的冲突 就是说这件事 的确是很古怪的 美国某程度上是接受非法移民 为什么可以计得密西国有多少非法移民 在美国 除非有犯罪记录 否则不拘捕 可以在那里非法居留 甚至可以非法打工 打工之外可能工资比较低 即是鼓励人想办法进入美国 总之可以进入美国 而去到美国一些相对没那么严厉的地方 可能找到工作 始终工资会高点 所以现在所做的很多限制国家移民或入境 其实会令到美国有某些程度上 某些省市都会出现这些冲突 所以大家要知道为何会在他这麽多 你差不多又会上台 这十多天 你发觉差不多每天都有示威 就是这麽意思 没人发现 每个人都觉得你好像不太适合 好像不太妥当 现在求金三事程起诉特浪报 越搞越大股 这次能否擺平 其他收息方面 美国刚刚公布了房价指数 同比增长5.6% 连续三个月创新高 房市方面似乎做得不错 亦会加剧加息方面的压力 虽然有些调整 美金和美股也好 但房市似乎又度过难关 因为你发现加息对他影响力不太大 可能你发现加息周期太长 才没有大感觉 但如果来时 始终加息周期就肯定了 其实美国房市要到什么水平 才会有一定回吐压力 大家应该要密切关注 也要看14月4的意识 大部份可能都不会认为 今次会加加 会这么快 但如果不加 会否又开炮铂 是吗 很有趣 他又要你加 但又要美元低 所以有点 好事说不过去 说不过来 怎样做 叶伦都会加大 看其他消息 美国对中国贸易开始出口述 不但今次行动 国际贸易委员会会作出裁决 对中国进口大型洗衣机 征收32%至52%反傾消税 开始行动 其实已经不一路都有 但自从上年尾没有承认中国市场地位 从国内的国际贸易委员会那边的重裁 即是可以用贸易条款制裁你 算是温和 这个税都未去到100.8% 但大家会看到 这个的确是 尤其是大家知道 中国本身大部分都是低廉的 我们所谓低廉的成本进入 现在是电器 这几个影响 对于很多大型的超市或连锁店 其实影响很大 大家已经知道 你会不会去卖 所以接下来会否有再一步行动 或中国方面如何回应 特朗普对金融业的监管反而要放松 美联署也发表新规定 对中型银行的压力测试方面决免了 似乎对中小型银行是一件好事 是否需要这样做 在未有事之下放下测试水平 其实是什么是好事 金融海啸虽然过了 但是否打算没得翻兜 而且银行才引爆金融海啸核心问题 而且息口这么低 其实是否一件好事 我们一直在谈谈贸易 但大家会发觉 它有几个行政命令 有点古怪 例如这个 另外它签了行政命令 连企业的监管都降低75% 虽然不知道75%降低监管是什么意思 但起码会见到是否真的来得快 未见到美国企业真的会增加人 所谓是请美国人 而你立即将这些东西全部放下 是否个人会有回报 有些好像真的说不过去 这些东西看下来会否有其他 再进一步的放宽 移民政策方面 早前朗普也说禁止移民入境 另外亦在草拟一项行政命令 在改变一些 现在是美国直局 尤其是引进了很多海外人才 通过H1B工作签证 现在特朗普想通过一个行政命令 去阻止这件事 其实是很严重的 高科技行业的地方 是专业人才 其实高科技边都是靠引入高科技人才 才有那么活力 有很多新的发明 但现在这件事真的想不通 很多矩谷的公司 这件事真是倒霉 这件事真是倒霉 可以聘请美国人 本土可否找到那么多科技人才 可能每个企业最多只可以聘请几多百分 可能是海外劳工 这件事真是麻烦 看欧洲消息 刚才提过特朗普的阿密顾问 点评欧元严重低估 影响了美国好处 美汇指数马上跌 欧元对美金 特朗普会否制裁欧盟 对的话就好玩 之前本来在谈自由贸易 今天不需要谈 所以这件事令人没太多头脑 下一次会出什么招 欧元也刚刚公布了 刚刚这一季的GDP 竟然超过了美国 首次超过了美国 似乎这件事 不知道是季节性因素还是怎样 可否维持到这个升幅 迟来的春天 你都差不多退 QE又要减 你才上来 还有别人加息 你这样的悬殊关系下 你才过得到人 有点坦识 还被人说他货币操红 亚洲区方面 日本央行 虽然没有维持利率不变 黑庭东燕也出来说 现在讨论退出QE 似乎时间太早 应该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胆药或理据 可以这么早退出QE 但大家知道 安倍晋三会第二次 和特朗普见面 大家要知道 他会借小说 一定会 说贸易上有问题 因为他一个人谈得 数十样谈 国防 谈不谈销 另外货币 货币政策 会否有QE 不让你这样做 日本怎样应对 5月10日 他将会去华盛顿 自己去自首 他又想帮美国增加就业 他自己也帮不了 怎么可以帮美国 这句话 数据方面 今晚有美国的ISM制住业指数 大家留意 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